Hello 今天星期日 你好斯文 今天星期日的女王信箱 同親星期日搞女王信箱很好 也好 因為每次都存在一大堆的問題 大家都是問題少女和問題少男 不要緊的 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 有小孩我的名字叫做 梅士文 我是問到親人都會怕我 問到大家不想再見到我 答案問題 我小時候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問一下 太陽從哪邊升起 大家都知道 太陽就是從東邊升起 我想說西邊升起 我的麥克風呢 我穿著了麥克風 能不能聽到嗎 聽不到 昨天罰幾個小時後 聲音都有點想失聲 我今天都看了中醫 我從小到大都 每次問 因為第一 我性格問題 第二 可能我是五號人 甚麼都喜歡問一頓梦 也多了 關我的八字問題 我還未能 那條飛姿呢 做甚麼 那條飛姿 做甚麼 我的肚子 肚腩嗎 行不行 哈哈哈哈 先穿著肚腩 對 因為最近肥了很多 所以我去問一些低能問題 但我覺得低能得來 我覺得自己很有智慧 這樣也問得出 因為太陽從東邊升起 大家都知道 我就會問一個問題 為甚麼太陽要從東邊升起 為甚麼不可以西邊 對 為甚麼不可以南 為甚麼不可以北 當然是關於軌跡問題 我會問一些 可能家人都解釋了波廳之後 為甚麼地球要分東南西北 東南西北這幾個字是怎樣出來的 當然可以這樣 甚麼都問 為甚麼 為甚麼 對 你兒子也是這樣 對 你兒子也是這個 為甚麼先生 很多人害怕 為甚麼 他不是so what 是為甚麼 遲些就會問他 可能so what 對 都是挺喜歡問問題 總之問 問到家人都怕了我 你會不會 我很怕 我很怕 我經常問Bekke 為甚麼會這樣 他就會 開始瘋了 因為Bekke是一個 其實是對的 因為Bekke是7號人 7號人很想知道真相 很喜歡知道真相 不過 他會有選擇 他就是選擇自己想知道 沒錯 對 我想知道真相的 其實他未必想 所以 他會不回答我 為甚麼 徐老師說 不練功也肥 哎呀 我不是 徐老師真的很厲害 是很有行政 所以 他長得這麼高大 長得這麼大隻 還有 徐老師 超級有正能量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徐老師 就是之前 我們不是有請位老師上來 就是教我們這個 何士生車 是很man 還有 即拳道 是 這個真的好記得 很多人記得 超開心 這陣子 最近又有疫情 差點連我自己也頂不順 那種正能量也開始有少少少少神 說一下 不會的 我很快要充電 正能量這件事 三百六十幾天 很難為日 都這麼精力充沛 我都會有眼睡的一刻 其實這段時間也有很多事做 我們有很多事做 然後 前晚 昨天 不是 昨天一早 就是我們這些很死眼才起身 11點上零擺班 然後 下午上了七輪班 然後晚上見客 又因為昨天那個疫情 太 我們放了班之後 就看到 百幾個 一百二十個 原來今天也有 今天也百幾 哎 好灰 大家很少看到我這個狀態 是啊 百幾 這是什麼 Oh no 看到我的肚子 不要緊 我這樣 遮住了 不是 因為 好像那張椅子 凹了下去 所以我不是坐著 這樣可以嗎 會比我高嗎 不會 她那張好像沒有那麼凹 這樣 因為 肚子太大 我遮住了 都挺累 所以今天很開心 今天 不是很開心 不好意思 各位同學 因為同學報了一班 今天我取消了兩班 我們唯有是信言 因為為了確保大家 都是安全一點 所以就信言 今天就是偷懶 我睡到四點鐘 嘩 所以我今天沒有眼腫 但是睡得多 我發覺我的樣子有點奇怪 你覺得嗎 沒有 像一條龍一樣 怎樣啊 不是很有趣的 她的樣子突然會變成龍 像一條龍一樣 龍樣是嗎 龍的傳人 因為我是 你今天的龍樣出來了 是嗎 不是龍友是龍羊 為甚麼呢 今天 是 因為通常龍出就是 護髮 怎樣啊 沒有 昨晚玩得太開心了 可能是 昨晚玩得太開心了 今天是我的龍樣嗎 是的 拿一塊鏡給我照 沒有理由 今天沒有人跟我說 觀眾說夠了 你說夠了 你說夠了 你的樣子沒有 是的 有龍樣嗎 我不知道 可能是護髮出來 不要作邪作鬼 我從來都不嫌別人 作邪作鬼 如果不是龍樣 我是甚麼樣子 隱樣 很嬌俏的樣子 大家都知道 很嬌俏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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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回昨天 為何會好像瘋了 因為其實 其實 我重點是未吃藥的 還有因為 Stanley老師 唱歌老師 昨天說的 Stanley潘老師 潘石華老師 他是一個超級超級認真 是認真的人 對於我來說 我怕會悶到大家 所以 就在那裡搞笑 是的 我唯有 令到潘石華老師 都可以放鬆 其實我覺得很好 因為 人們不會看到你 原來你都有鏡頭的一面 其實我一向是鏡頭的 沒理由大家不知道 其實不是鏡頭的 不是鏡頭的 我是首領 沒有錯 怎會不是鏡頭的 是我 我從來都沒有否認鏡頭的 不過只是我外表 包裝得好 大家以為我是很認真的 不是 我是認真做事的人 認真去面對 每一件事 但我內裡是非常短的 短的意思是 我會 不是這樣 很難去過關 沒錯 每一次出現的事 你都很 miracle 對不對 每一件事 其實你都是無法想像的 永遠都是超過我們的想法 想法 如果我不是 去面對我的人生 我覺得很難很難 一關又過一關 因為發生在我身上 或者周邊的事實在是太過神入化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 但我經常都跟自己說 我們要相信有很多不同的能量 有很多不同的空間 但千萬不要迷信 今天 阿珠珠幫我寫了標題 是淨化水晶 其實不是 其實我是想說 我可以照答 因為實在他們 inbox有很多人問 水晶問題 我可以照說 但另一件事 我想說 是若然時間 就說一說超度的問題 如果有時間 我都可以 在我認知之內 跟大家說說超度 因為最近 我們有很多上來的客人 或者學生 原來有很多濕疹 最近都是發作得比較重要 這件事我想說 說之前 是否上次有些問水晶問題 有些人問Black Cat 其實Black Cat解答一下 不如我可以不說話 我更加不說 但我生非之路 但是你有很多方法 你解決非之路 謝謝 是嗎 你生非之路 我以前已經很久了 因為吃了那塊魚 那塊很好吃 那塊很好吃 因為那塊炸東西 真的太好吃 真的很好吃 妹姐那塊 那塊 真的很好吃 那間齋店 但我吃完之後 我明知道 我們不夠睡 我們不夠睡 我吃那麼厲害的炸東西 我就會生非之路 我已經生了聲 但真的太好吃 但薯片就不會 真的 唯獨是炸東西 給我一個問題 來 問題 我先回答 我先回答 在哪個群組裡 在哪個群組裡 不如我先說一下 因為最近很多朋友 有一集出了兩次 都是說Super 7 不如我先說說Super 7 Super 7其實是一種比較貴的石頭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是我喜歡的石頭 之餘 偏真是貴的 或是迫小的 如果是漂亮的質素 我們在說 買一條水晶鏈 因為很多人都真的 其實經常問 也不知道什麼叫基本款 也不知道什麼叫貴款 也不知道什麼叫貴款 不如趁剛剛這個時間講一講 其實買水晶 我們看你是要買能量 還是買石頭的功效 功效就是你上網找的功效 即是基本功效 如果我們說買能量 就是買石頭真正的能量 香港其實有很多水晶店 也有很多批發 也可能你遇到很多 都有水晶賣的 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本人 我們是用能量的人 我一定是買能量的 不單是水晶的 例如買一種產品 例如他那個 怎樣說 即是買馬士 不是買馬士 例如有時候我去買貨 例如我幫朋友行 他說要條鏈 我明知道這個老闆的東西 是偏貴的 說真的有些東西 是很明白的 因為他們是批發也好 他可能比隔壁那幾間 是特別貴一些的 我石頭的品質 當然我都會看一下品質 看出來起碼擺手 我都覺得是漂亮 我起碼我覺得順眼 第一我都會看一下 價錢和他那條品質 是否相等 相等之後 我就會看一件事 我就會檢查 我不是看 我會檢查一下 他的能量是否正的 好了 檢查完能量是否正 我還要檢查一件事 究竟這條水晶的能量 是否適合我的客人 好了 檢查完之後 我還要檢查一下 適合之餘 是否他幫到他現在 真正需要的東西 即是功能 我不上網那些 就是技術 蛇豬套貓 蛇豬套狗生肖 容易分大眾化一點 但如果是詳細 大家也知道 我一定會開八字 我去看看我的八字是甚麼 這些叫詳細 是Telemaic的東西 是不同的 所以其實水晶 都有Telemaic Telemaic的意思是 你找我們去做這件事 你問我 我會這樣做 外面的東西是否這樣買不行 不是的 其實可以的 你可以這樣買 例如你買它 當它是一件首飾 是沒有問題 但我經常都說了很多次 你都要確保這件事是乾淨 即是能量乾淨 所以如果你真的看到它很漂亮 很漂亮 你真的很喜歡 你又不知道怎樣算好 不要緊的 你真的買了它回來 又或者已經真的買了在家裡 你就把它淨化 淨化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坊間 有很多人說是浸鹽水 應該是去海裡浸 應該又說放在雪櫃 應該又說浸漸漏水 放在白蒸 坊間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首先我先說一說 用鹽水 用鹽 即是用海鹽 有一個問題就是 不是一隻隻水晶 都可以用鹽 因為你用鹽 它可能會變質 因為裡面有些礦物質 它會變質 好了 如果放在雪櫃 其實那種不是叫淨化 因為外面坊間有很多人說 那人教我放在雪櫃淨化 雪櫃不是淨化 雪櫃是將它的能量冷藏 即是急凍 即是叫它睡覺 所以如果你真的冰在雪櫃 但在雪櫃之前 你不應該淨化 它是髒的 如果沒有淨化 但它是髒的 你放在雪櫃 它便冷卻了一些髒 當它出來的時間 你解封都是一條髒的你 所以在雪櫃之前 是需要淨化的 好了 我們本身做水晶治療 我們真的會幫水晶 那塊石頭 做一個淨化清洗 乾淨 我們確保它乾淨 然後我真的把它的能量鎖起 我便會把它放在雪櫃裡面 當然有合制災柱 全部都是 全部是不導電的膠合 密封 放在雪櫃裡面 那是做什麼呢 是儲存能量 即是好像冬眠一樣 好了 我拿出來的時間 通常我們做一件事 除了我們要把它去解醒 叫醒它 我們要把它解凍 因為為什麼呢 你有時候很冷 放在身上 很辛苦 我們首先 要拿出來攤一攤 解凍 曬一下陽光 譬如有時候 那天要來做水晶治療 通常我們一早預備 拿出來曬太陽 讓它解凍 和充滿正能量 做完之後 我們便要拿去用水 然後叫醒它 沖水 可以令到一個人清醒 大家看電視也有 多一個人不清醒 便把水龍頭推開水 射去 你再做一次可以嗎 哈哈哈哈哈哈 幫ixí討謝這些演員 其實你也是一位演員 我知肥青 哭青 沖完水之後 Brac狹會用零擺 幫它開動能量 即啟動能量 所以其實 需要做很多事情 為不能凍些使用 April 會花出全部 其實適合你用的東西就照用 所以放在雪櫃我不贊成 因為你的雪櫃除非只是雪水蒸 如果你有肉類 你說我只是雪水汽水 沒問題的 如果有肉 因為肉我已經說了 你想想 我們之前有一集 介紹一間素食館 我也說了 如果你吃純素 即是一塊不吃肉 它的靈性一定會高一點 如果還要吃素 還要懂得吃 就是吃什麼 山窄下來的 我哪能吃到 那些不知幾多萬鍋 我沒可能 我最多只能做到二萬六鍋 就是吃素 還要吃一些生物 是健康的 你想想多難度高 你想想 如果你的水蒸那麼乾淨 又洗到這樣 你有膠盒災 但整個環境空間 都是雪肉和雪肉 其實是不是鎖 所以我們有專門一個雪櫃 是用來雪水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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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太建議 真的擺雪櫃 有些人說 浸蒸漏水 是嗎 浸蒸漏水 其實你浸之前 你也要淨化的 如果你不是養著水 水也是髒 水髒 能量不好 它就吸回水蒸 水蒸又發出來 其實發來也發去 也是一碗水 所以其實要確保乾淨 你才浸上去 好了 放水蒸漏就更傻 因為為什麼呢 你的水蒸漏 它也是一塊水蒸 水蒸漏 然後你的鏈髒 最重要是水蒸漏 你一定是不虧的 先把所有水蒸放進去充電 但我想問你 充電之前 究竟水蒸乾不乾淨呢 如果水蒸不乾淨 你放在充電 水蒸漏 又是髒 你放到其他鏈都感染了 因為真的會感染 不只是細菌感染 不是人和人之間 水蒸是有生命 如果當你相信它是一條有能量 它真的有生命 有生命就是有共振 共振的時候 就是一個頻率 頻率就是會互相感染 那些水蒸全部的手鏈就髒了 加上你不要以為 那塊水蒸漏就是水蒸漏 它是水蒸漏 但它是說是充電 有些人就會把它變成一個淨化 淨化也是 但我想問你這個白水蒸 你乾不乾淨 當它真的幫你淨化了你的水蒸 你拿走了之後 請問你的白水蒸 需不需要洗呢 它都要洗澡 大家明不明白那個道理 明白了吧 當你聽到你就要明白為何 明白了 所以其實白水蒸漏 我建議朋友們 水蒸漏是淨化乾淨 你就放在白水蒸漏上面 充電 是OK 沒有問題 但是有一個問題 你放白水蒸漏在你的屋 請問你的屋 能量乾不乾淨 這個問題 如果你確保到你的屋 那是很好的 很多時候 譬如這屋 它是乾淨 淨化 它是養水蒸的 不單是養水蒸 是養人 因為很多風水師傅都知道 你找到一間好的屋 那屋便養你 它養你的能量好 其實風水師傅也是在說空間 為何有傻笑 乾不乾淨 真的嗎 所以我經常說 家裡 你大也好 小也好 你一定要的空間 最起碼 你都要乾淨和整齊 因為這個是能量問題 很簡單 是風水師傅也好 我們西方也好 其實大家都很明白這件事 你亂 你個人情緒混亂也好 甚麼也好 如果你家裡亂七八糟 你根本上物件 所有東西有鎮頻有頻率 它便亂 加上你自己亂 互相互動亂 亂加亂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 女王今天很認真 她很認真嗎 她很認真的時候 我就會掉 因為這件事是我的專業 你明白嗎 所以我很明白 Stanley老師為何昨天的人 這麼認真 所以我跟Stanley老師 臨開之前 我要認真 然後我就忍不住 她跟我說了很多 其實她預早了很多 她預早了兩小時 是嗎 沒有 過幾小時 一小時 我覺得她好像等了很久 我也不好意思 她跟我說 我先跟你說幾句 先開會 先開會 這麼嚴重 開會 我做Live 我真的沒有空 我不是不認真對待所有看Live 我是很認真 絕對不是 但因為Stanley 她很專業 她開會 真的有點難 第一 我沒有時間 第二 開完會之後說話 其實你要我再說話 我真的說不出來 是她說了一堆 郭鄧麗君 歌迷會 歌迷會 是的 我也說不回你想想 死不死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為我熟讀所有東西 而又掛斷給大家 不是的 我不是告訴大家 我根本是記不到任何東西 是的 所以 你忘記了 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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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說 潘Sir 昨天潘Sir 臨開之前 開機的十秒 放鬆一點 可以了 可以了 大家很接受 我們認真地唱歌 但開心地 因為真的要享受整個Live的過程 我真的要享受 否則我開不了百多天 我是認真的 我當時的認真 我真的很難開到一天Live 是不是好像沒有開過 而且要我不要開Live 我出過Post 我都出不了 因為我很認真 我一定要漂亮 我一定要寫的字 一定要有意思 這樣就糟了 你不行的 刪掉它 是的 你不行 刪掉了 現在我是比較輕鬆一點 當然了 你說完美 有什麼是真的可以完美的 完美之中 還有完美 高處還有更高 那我就明白了這個道理 大家知不知道我講什麼 還有重點 是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你不斷 只要傳遞信息 這才是最重要 當然了 去到我專業的時間 為什麼我這麼認真說水晶呢 那個淨化呢 因為我很認真告訴大家 其實真的很重要 影響很大 真的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認真呢 就是這樣 阿美你說難怪 你要我馬上脫掉那條紅紋 我就明白 用白水晶族互聯方的 是的 你的白水晶族 還有你的紅紋 現在處理了嗎 其實不要緊 因為你可以傳一傳圖片 因為阿美琳應該有我們inbox 你可以傳一傳圖片 我也不想你浪費了水晶 既然我和水晶之間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說過 上當年 真的在我最兜貓的時候 現在是兜貓的 不過現在是兜貓的 是兜貓的 是兜貓的 是有光鮮的 光鮮的 對 對 對不起 在我當時上當年 最差的環境 最不好運的時候 我自己都 糟了 我說什麼 最兜貓的時間 不是 之前那個 我想不理 糟了我想說什麼給大家 是我的水晶 因為那時候 我不知道什麼事 我也不認識的 我經常找人看照片 經常找人占卜 我不是占卜 我是看照片 她是神婆 很神婆 對 我給了一個人 曾經 我知道他拿了我的八字 拿了我的東西走 因為只有我才有那件事 或者我剛剛那件事 他拿了 那件事我從來不知道 那時候我就是遇上很黑 沒有運 差得不得了 我遇上了教我 靈性老師 靈性老師 也不是老師 不簡單 真的是師傅 他開啟我 雖然他只是教我靈擺怎麼動 用了十秒時間 但其實他過程是教了我很多道理 啟蒙 智慧的啟蒙 加上我就歸醫了 我明白很多事情的時候 糟了我今天游了去 我又在說什麼 他就說我 因為可能這件事 是不是不能說 我不是的 說得的 不過實際可能太複雜了 他就用了水晶 幫我換了一條命 所以我的年月日是錯的 大家不要理 假的 我給一個真的 就算真的也沒有用 因為真的 我都不是那件事 你看回我命運出來的東西 全部不會有人能量到我的命 所以 可以的 我和水晶是有這樣的緣分 很友善 很友善 好像拿渣 拿渣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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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砌出來 砌一些手手腳腳 我師傅想當年救了我命 他就幫我用了水晶 救了我命 換了我身體很多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水晶 即靠這段時間 我是靠能量 靠水晶 還可以交租 還可以吃飯 真的靠他們 教他們 所以我從來不當他們是一件貨品 我很尊重他們 我覺得他們是有生命的 而好像美琳剛才說 譬如那條紅紋 不要浪費 因為石頭是越來越少 而且每一件石頭 雖然有些批發商 會當他好像一堆貨 很多 每一條 我都會尊重他 他都有他的生命 所以有時 即是在說那個品質 有些真的不漂亮 我不會當著水晶鏈 說他不漂亮 我心也不會說他不漂亮 因為他收到 他會不開心 雖然我是當他人性化 但我不是教大家 作邪作鬼 千萬不要 所以其實 不要浪費了他 你可以把你的水晶軸拍照過來 或是把你的紅紋拍照過來 看看有沒有方法清洗 又或者用得上就照用 不要浪費了 隨便一樣的水晶 不要浪費 那你對水晶有什麼看法 你講一下你這個 大了一天就要 很傷心 很傷心那件事 不要提 你講一下給大家聽 不要問 不要說 不要提 你講一下 但是那時候 因為我太傷心 我經歷太淒涼了 小米 所以 隨時 一走 手領 就叫我 你帶紅紋 醫治你的心 是不是紅紋 紅紋 很大 然後 還很貴 十年前幾千元 哇 但是很大顆的 很漂亮的 真的買 隨便吧 他那時候是我的 算不算是客人呢 不是 因為我很節省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我真的要他去買 真的買 好吧 買 大約一天之後 突然消失了 對 我說你的紅紋已經死了 好慘 你的紅紋已經死了 但是你的紅紋沒有受傷 沒有跌過 但是我說你的紅紋已經死了 你放生他 因為紅紋是說 治療是前世的 一些心裏的創傷 其實也好 你帶一天 他已經幫你吸收那些東西了 那時候筆記是很傷的 要幾千元 如果幾十元 那就划算了 幾千元 幫你抽了那些毒素出來 是不是划算了 是 反而我是不捨得 不捨得他那麼漂亮 買少見少 因為開出來的 真的越來越少 現在都找不回那些質素 找不回那些質素 我講一下 他那時候是受傷害的 但因為這個傷害 不是現世你現眼看 因為你前夫做了這些仆佳事 而令到你受傷害 不是的 是因為他上世帶來的一些業力 令到他又重蹈覆轍 有這件事 又撞回那些壞男人 而心傷 所以不如你清掉他 所以就用了一天 但其實沒有絲毫無損 但也要放生 所以有時我都跟大家講 如果你真的遇到我 我如果突然看著你的手鏈 如果我確定跟你說 你扔吧 他死了 其實多貴呢 你都不要去貪戀他 或者你都放他一馬 因為他完成了他的使命 其實他應該放生 等如你不是看外國的新聞 說很喜歡那個人 就將他放在家裡 拿一些石灰粉 他不是藏屍 他就將他完整整放在那裡 那些就是… 防腐了 對 防腐了 但那些眷戀 是你不放過那個死人 當你知道水晶是一個生命的時候 其實他死了 你真的要放他回歸大自然 即是等於外國的片 即是外國的新聞 即是外國的新聞 你多愛一個人 他真的走了 你就放過去 你讓他的肉體得到安息 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狀態 好 大家又要唱歌 是的 我們不如說回 我們說回這個 怎樣正確的清洗方法 你很厲害啊你 很厲害啊 好了 正確的清洗方法 其實正常一般來說 譬如說你真的帶一條水晶 你確保他比較容易長命些 那我就建議大家 每天洗 每天都帶的時間 每天都要洗 即是等於你每天 你都會沖洗一天 沖洗一天 那怎樣沖呢 就是你沖多久 他沖多久 這樣就會令到水晶鏈 會長命長瘦些 是不是帶著沖的 不是 甚至我昨天的果然 是的 因為一般水晶都不愁 不要用熱水燃死它 水晶就是怎樣呢 你有你沖熱水涼 他有他沖凍水涼 即是開著水喉水可以了 放下去的時間 最好你有個膠杯也好 盡量不要用玻璃 因為玻璃的坑內的震頻 你多輕力也好 都會容易怕震頻太過刺激 另外怕你放水晶下去的時間 玻璃杯會亨 大家會受傷 我怕會坑你的鏈 所以不要放在杯上 最好是膠盒或膠杯都可以 放在這裡開著水喉 我們叫啤水 你可以開著水喉 大一點 開可能十秒八秒 然後扭細 少少流量 讓它有流通的作用就可以了 然後你便去洗澡 你洗好之後 他便洗好 他便拿去瀝乾水 怎樣瀝呢 就是在月光 通常晚上都是月光 月光底下 可以享受月光媽媽的能量 一個慈悲 一個愛的能量 就有這種能量 是一種叫陰 陰不是不好的 是陰陽一定要協調 一個陰性的能量 就是一個軟化一點 我們說慈悲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慈悲要處理一件事 是一定要很善良 有這種陰性的能量 然後第二天早上 相信太陽白白出來起床 你都未起床 那條鏈都曬到一個太陽的能量 就變成正的能量 亦都吸收到一個陽 陽的能量便變了陰陽協調 便變了平衡了 便會曬一曬日光浴 令到他有爸爸的陽光氣息 充滿正能量的能量 有這種能量 所以在那一刻上班前 便可以拿出來帶 便會比較長瘦 當然 例如我自己 有些叫做 如果你說我不方便 這樣清法 或是我相信水喉不過 你可以怎樣做 我有些叫做噴的 專門是for crystal的能量瓶 那些可以在你清洗後 你可以再噴一噴它 還有一個淨化作用 令到它乾淨 你可以 沒有的 但可以讓人看看瓶 當然可以 做完之後 我又會另外有一個叫 都是for crystal用的瓶 隨便吧 這個是油來的 不過不要緊 可以看看 什麼叫能量瓶 其實就是能量瓶 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你可以拿黑色瓶那一隻 黑色瓶 不是 另外一隻噴噴噴的 其實 這些是for 我們自己掃能量場的 這些是無關的 按摩也無關的 所以這位姐姐是錯了 拿到第四支 終於就對了 這個能量瓶 是專門是for crystal的 我會寫著有 crystal bottle 就是for一個就是淨化 因為你相信水喉不過 或者有些比較靠 我們在說黑色石頭 是比較靠 那些如果你在我們公司清洗 我就會點分香 分香就是我上次介紹過 一些很便宜的 不貴的分香 自己分自己也可以 分手水晶也可以 不過有個問題就是 有些家人很不喜歡聞這些 就無謂令到家人翻臉 為了包分香 可能家裡有動物 有小朋友 有些他們都接受不到 這樣煙燻住 即是覺得害怕氣管不好 那一刻你就可以買一支 叫做專門復水晶的東西 將它淨化 日照曬日光月光 第二天起床 我們就會有一些 叫做能量瓶 那些能量瓶 可以看看你的鍊子的顏色 因為我有分的 就會分十個顏色 那種能量就是 專門提升那條鍊子的能量 令到水晶可以長壽些 令到它發揮的作用更加好 就算你有時不在我那裡買 其實是不重要的 只要你真的想要這些瓶 我就可以Inbox問 因為其實這個組合 我還要一點時間 其實是正在推出的 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 或者想用 或者覺得真的好一點 那條鍊噴完之後會發光 你其實看到的 看到是不同的 你可以試試Inbox 或者我真的出齊了那套 可以展示給大家看看 如果是Crystal的 也好 我覺得這條鍊貴 壽命都比較長壽 因為有時候你知道 有些像Super 7 如果真的貴 說一萬多 二萬多元條都會有 當然了 如果你是入門版 這些就比較輕便 金金問 太陽又曬不到 月光又望不到 那怎麼辦 所以就要用能量瓶 沒有辦法 或者有時候你帶出去 其實也曬到太陽 給你曬太陽見光 這樣便會好些 因為能量瓶 我為何會出這件事 就是因為很多都是 可能你的個案 就是家裏曬不到 又或者家裏分不到香 我最多只可以做一個淨化 所以那個能量瓶 就是讓你每天早上 帶它的時候噴下去 然後跟它做一個 好像 塗勻它 等那條鍊的壽命長 還有讓它提升到最好的功效 就是給那些 真的曬不到日光月光 如果曬到的當然更加好 又或者我不要能量瓶 就這樣曬日光月光 都可以 那如果有條鍊睡了覺 很久沒有用 要不要再淨化呢 要 Micky問的 睡到覺都要 因為你想想 你自己睡了很多天 起床是不是要洗澡 其實很簡單 跟我們人一樣 你當它有能量生命 是洗澡 Logic的想法 Logic的想法 你看看你試它為甚麼 如果你試它真的有生命 有能量的 就這樣用 洗澡便可以了 曬日光月光 說一說這次 說一說 有很多人問 問了很多次 我還沒空回答 為甚麼呢 有幾種不同 Super7上網 大家都看到 它是幫助什麼 其實樣子都幫到 好像很厲害 其實Super7 是令我們七輪一起運作 即是平衡我們的陰陽協調 令到七輪位 通常用得都恭喜你 為甚麼呢 因為用得 這個Super7的朋友 是你的七輪都在運作 不過可能不夠強勁 我也不強勁 甚麼都可能 就是差一點 但七輪位都開了 所以其實是恭喜你 你是OK 只是要運作得更好些 又或者有一個目標 要再強勁些 所以令到你的陰陽協調 平衡些 雖然網上有多都有 我們有些叫入門版 這些叫入門版 可能是多少mm 我拿到鏡頭給他們看 我拿到鏡頭給他們看 當然了 我買的價錢 有些外面可能會說 外面你賣2000元 我看到那些買幾百元 有些幾百元也很恐怖 看到吧 這些我們就叫入門版 入門版其實之前都展示過 入門版就是比較可能 顏色沒有那麼深 比較青春一點 我們叫做 但起碼我選擇的貨 一定會是乾淨 而且我回來會做很多事情 其實我不是這樣賣給大家 或者幫大家 就這樣給你 我會淨化 和你開啟能量 因為你會上來拿鏈 很多時候和你 你拿鏈的時候 我都 反正有這個緣份 我都會幫你開啟的能量 能量就是開啟它的能量之餘 之餘 我會幫你和這條鏈調頻 其實Backhead也會做這件事 這些比較青春一點的顏色 但起碼每一條鏈 我選回來都不會蒙 有些鏈真的蒙茶茶 怎樣搞 人生就蒙茶茶 一樣蒙的頻 所有東西都是 另外有一種叫做草莓 草莓 我想大家都知道 等於士多啤梨Super 7 有一些細細很幼的那條 右邊那條 這些就是草莓 只有一個顏色 它真的很草莓 它是偏紅的 這隻質素比較沒有那麼貴 而左手邊大顆一點 深色一點的那條 其實上次見過 出過鏡的了 這條我形容它為古早味 是比較老礦 即是比較古老的礦物 這些鏈對於我們 學佛修法的人 其實都是好的 因為它好像菩提那種感覺 很古老 很有那種味道 就是我自己很喜歡這類顏色 我自己 這些就講 我講完價錢 其實這個多少毫米 這個16毫米 這個12毫米 這個價錢是錯的 可以便宜一點 因為上次伯伯給了他的價錢 其實這個可以便宜一點給我的 可能是八千多元 這條就是 因為每次貨貨 都是可以不一樣 因為他 伯伯所說 他翻貨便宜 他便宜給我 他翻貨便宜給我 他翻貨便宜給我 即是很 海鮮價不是因為他亂開價 是因為他被人亂開價 可能是他被人亂開價 或者可能是開彩出來 那個區分 很慈悲 你 那個區分問題 例如拿加拿大 拿巴西 是 可能會有不同 這條我問了他 其實是他給錯了他 他說錯了 不要緊 如果真的有興趣 可以大家再問 這個就是草莓 我給大家分別 這個就是 這條 嚇死人了 不是 因為有這個好一點 好一點 好一點 那我先試試 待會兒看錯價錢 不要緊 再問 對 這樣 草莓 剛才看過 草莓是偏紅的 草莓 另外 這一種 其實他們一般都叫草莓 有沒有看到 peach 很粉橙色的 這一種 質素很好 跟古老 我剛才說 古早味的Super 7 是同一個 不過 為何這隻會再貴一點 因為它只是單一個顏色 全部都只要那個顏色 所以它是特別貴的 因為特別罕有 這個 它也有這個peach 因為它什麼顏色都有些 它包括了不同的 有紫晶 有髮晶 有銅礦 有不同的東西 但這隻是單一個顏色 只有這個peach的顏色 所以它更加罕又更加貴 質素大家都很好 只是這隻草莓比較便宜 很漂亮 你覺得很漂亮嗎 它不斷說很漂亮 是嗎 但不好意思 已經有人預訂了 已經有人預訂了 你不要帶這些 不適合你 這條是便宜的 不貴的 我也沒有粉 你不用了 你已經很可愛了 不需要帶這個 我也沒有粉 這隻我問過 很搞笑 因為這隻 其實大家一般外面 坊間 即市面上 都是叫它做 史多啤梨 Super 7 但我不知道 你們在電話上 看不看出有什麼分別 我們現場看 是很大的分別 因為一個是偏紅一點 顏色 一個是偏橙一點 是很peach的 所以我曾經跟這條鏈溝通過 即是跟這顆水晶溝通過 其實你的名字叫什麼 其實我又覺得你有點不同 跟你旁邊的朋友 他就說 我不是叫史多啤梨 他說我叫蜜桃 我叫pitch 我叫蜜桃 Super 7 我想我講完這句之後 應該是說你作弊 不 應該會有一個叫蜜桃Super 7 我每次做完事都是這樣 永遠都是這樣 什麼 上次你開牌 八角聯軍 都有人跟著說 是嗎 是啊 有很多其他師傅跟著說 當然我們收到的訊息 不是只有我們 不過只是我們不夠人家出名 或者我們太搞笑 人家去開玩笑 想當年 之前說過 誰是誰都是這樣 誰是誰 誰是川島方子 之後都有人說 所以當時Black Cat說了這件事 我們是不敢說的 實在會否太荒謬 那些人覺得我們 但世事就是這麼荒謬 所以有時能量也好 當你接受 所以很多時我們要打開心 去接受所有事物 有時客人來到 他們說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我很接受所有客人 說給我荒謬的事 因為這個世界就是荒謬 我們做人來到世界上就是荒謬 是不是 喂 我做人來到世上 為何我要接受生老病死這個階段 那還不是荒謬 我來到不是要快樂過日子嗎 我為何要生老病死 我為何要這麼荒謬 是不是荒謬 這件事 你生我出來做甚麼 生我出來又要熬苦 買生個叉燒 買生個叉燒 不關自己的事 有時我會問 為何我要出生 我出生為了甚麼 我出生為何要受苦 我出生來不是含著金鑰匙嗎 為何我不是出生 為何會有些人不幸福 不如這樣說 幸福的人他有錢 不代表他心靈是健康的 可能他也有他們的困難 自己的困難不是在錢上 好像有些他出生 家庭物質不夠 為何要生他出來 都給不到物質 難道你說媽媽荒謬 還是小朋友荒謬 其實這件事你看看 當你做我們的行 你看得多 你就會覺得 做一個人就是荒謬 世事就是荒謬 所以我經常說 這個世界無奇不有 其實這個無奇不有 就等於荒謬 是不是大家 你覺得是不是 你消化 世事無絕對 只有真荒謬 不是 只有真荒謬 真正的荒謬 我們回來了 是啊 不是 今天女王信箱 其實被女王廢話 不要緊 Josmy想問一下芬香 可不可以用艾草來分水晶 艾草是專門用病氣的 如果你分 譬如你戴黑瑤石 黑碧西 可以適合 也有些朋友跟我說 鼠尾草行不行 鼠尾草 真的有人問嗎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檢查的鼠尾草都不夠力 不是不夠力 因為不夠力 因為不夠力的原因 是因為鼠尾草 只是為你開心 就不是為你分到一些負能量 為什麼說鼠尾草會為開心 我們實驗證明了很多次 分身鼠尾草 都有一種臭糊的味道 所以每一場你都會笑 嘩 好臭 因為我們都會用鼠尾草 當然我們會適用零擺 我們會檢查 今天用什麼分 鼠尾草 一點鼠尾草 大家都很快樂 因為會喪笑 喪笑 鼠尾草的能量 令氣氛輕鬆一點 舒緩一點 如果真的負面 一般來說 我檢查了很多次 可能我們的客人扣 或者我們自己扣 真的不能出現那種負面 大草好一點 明慧問 那條瓶是否開啟你和水晶的密碼 將我們和水晶的能量 調整到同差不多 或者調整到 是否可以一樣 我不敢說 但是很接近的 等於為何有人說 為何你見鬼我見不到鬼 不是因為你的頻率和鬼 都不一樣 很合適 不是很合適 你便見到 是大家接應到 搭通天地線 然後我們水晶一樣 所有東西都是調頻 調到同一條頻率 水晶與我可以產生 一種共鳴的時間 一種共振的時候 他便可以最幫到我的手 所以楊爺姐 譬如我調頻 我調到我共振 和菩薩 我便會收到菩薩說的東西 我知道 好像三合機 他會幫到我 即有時我求菩薩 為何菩薩有時應我 有時不應我 菩薩你求的東西 你是為眾生而求 還是為自己自私心而求 若你為自己自私心而求 菩薩應該不會應你 我相信 菩薩都是慈悲 菩薩都是大愛 若你有一刻 若你求是明白到 你現在做的事 是為眾生 為我們整個大家庭 即不是一己私欲 又或不是一些財 即是怎樣說 即是菩薩不會求財 昨天我們都很坦白的 大家同學問 昨天我學靈擺 昨天我開班 我可不可以拿去賭場 問一下靈擺 其實菩薩怎會教你賭博 不過你問他會否應 他會應 亦會因為某些很深的原因 究竟你是在跟菩薩溝通 還是跟精靈溝通 還是跟那些溝通 所以要心好定 你真的知道自己在接收甚麼訊息 正常菩薩不會叫你 我撞哪條魚吃好 你覺得你跟菩薩在說 還是跟誰在說 難道我菩薩跟你說 你今天吃泥蜂 菩薩不會叫你殺生 對 所以你要想想 究竟你跟誰在搭這條線 應該正常 我不知道 我認識的菩薩就不是 我認識的菩薩真的不殺生 我不會跟菩薩說 今天我去撞哪隻牛 哪隻羊 哪隻雞 我想應該相信 如果我有一天跟你說 我問了他叫我撞你們雞 那我一定是癡一癡 入了魔 應該入了魔 因為入魔 不會的 菩薩你不會 踏通條線這樣做 大家都想知道 為什麼菩薩不讓我們用水晶 哈哈 因為她剛才留言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用水晶 什麼 菩薩 然後人們說 為什麼 為什麼不讓她用 因為阿曼不讓她用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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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以回答 那菩薩為什麼不能用 我以一個正常的個案 為什麼我檢查了 她也很乖 她說不用 她真的不用 其實要用它動 有多難 真的一點也不難 昨天阿曼跟我說 一個人都能動 有多難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起碼心要定 我剛才說了 如果我不知道你答通哪條線 是不是 第一 戴水晶 在說戴水晶 戴水晶 戴水晶 她不是說用零擺嗎 對不起 對不起 原來我答錯了 對不起 答錯了便錯了 立即示範給大家看 我買水晶可能是 暫時你未需要 或者暫時未在這個階段 我不是不想賣給你 我也很想賣給你 我們真的不給人用 有時候真的 不准買就不准買 當我到真的適合時間 為什麼呢 可能你的能量 或者你的能量很強勁 很敏感 很敏感的時間 究竟你是什麼敏感狀態 如果你是敏感在一些 接收一些 怎樣 接收剛才我講的 可能是兄弟的能量 如果我再叫你戴水晶 你的心又未定 又或者有其他事情 你需要先處理 我先比喻 我不是說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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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說其他 例如你的心不定 而你又很能夠 搭通到兄弟 朋友 如果我再賣水晶給你 因為我已經說了 水晶可以把你的東西發到很大的 加到很強的 那你就很不空 但你又不知自己 為何要搭通 你會變得精神錯亂 因為你會聽到聲 你會聞到味 你會看到 那真是很大件事 因為你來買我的水晶 我不是就這樣賣給你 因為我會幫你調頻 最嚴重 如果你說不是 我在外面 隨便買一條 它如果是乾淨 它沒有做調頻 沒有做任何事情 你便當它是飾物那樣 是可以的 但你能夠進入我門口 你能夠買我的東西 我一定會幫你做事 做事調頻 我希望這條鏈 是幫到你最大 你不要浪費水晶 也不要浪費你的荷包的錢 我希望真的可以 活到一些東西出來 所以在適當的時間 我會賣給你的 你放心 是你儲存錢 你儲存錢來買 你能夠買 應該不是白水晶或粉紅晶 金金都是比較特別的個案 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有一條鏈 因為我們這條鏈很有趣 我全部都是出來 我是有主人 我等主人出來 不是說你喜歡 我就賣給你的 光顧的人就知道 剛才那個女生 很喜歡這條鏈 沒有 與你無關 有主人的了 雖然我都要吃飯 我都要教做 但我都要憑著 第一 我的良心 雖然金錢有時會蓋過良知 你不會吧 為什麼 我想 這樣才會發達 但我不敢 因為是因果的關係 而且我講了很多次 這件事是菩薩給我的 能量 我的覺知也好 真是菩薩給我的 而這間公司的名字 都是菩薩給我的 所以我希望 在我做到的一刻 我仍然可以堅持 我不被這個貪真痴萬義 去感染的時候 我希望我還可以做到 我應該要做的事 而且我要走得正 站得正 之外 我賺的錢是要乾淨 因為這件事 是我靈性的師傅教的 賺的錢要有白葉 白葉即是乾淨 賺的錢回來乾淨 那種能量才是最好 最好 尤其是我們做生意 即是叫做生意的人 是最難的 有誰不想多賺 有誰不想做生意 你進入我門口 你就是我的客人 我當然想賺你錢 有誰不想 但在做生意的人 一個學佛修法加做生意 就是最難 而我們要盤著良心去做 我唯有沒辦法 我每次都是問菩薩 你給我賺 我便賺 你給我賺多些鏈 我便賺多些 所以這裏買鏈的人 個個都知道 可能我這一刻 這條鏈 我可能比外面貴 但沒辦法 真是菩薩設定了價錢 我就賣給你的價錢 有時我都說了多次 我這條鏈 我賣給你 我更便宜 我拿貨回來 其實真的很大禍 我會虧 但菩薩說了 我唯有滴主漢賣給你 都OK 我知道有原因 可能我前世真的欠了你 大家不要亂想 阿Man前世欠我 千萬不要想 我也樂於 如果有一天 我可以做一個大慈善家 我個個都會派 我是很希望的 我多想 不過只是現在這一刻 真的還要交租 也是一個犯人的時候 今朝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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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我真的完全沒問題 大家拿去 拿去 沒所謂 我覺得大家開心 我吃多少 我吃東西又不要求高 我天天都查餐廳 認識我人之後 我還要吃兩口 飽 我是稍為貪美一點 我喜歡買衣服 但買衣服我也是買很便宜的 就是這樣 有個like座想問 很多勞訴 我今天還沒有改回女王廢話 我也覺得是 請問女王 我不小心跌倒了 白晶柱最尖端的位置 那份量會不會有影響 能量會有機會 如果你問我 就應該會有些東西要解鎖 但當然 你問我們 其實是否真的跌倒了 不能用 也不是的 可以用的 你想想他的鏈 我長地跌倒了 是的 他也照用的 沒有問題 就要看看 我不可以這麼籠統告訴你 再不然 你拿一條 因為我們有inbox 你不介意 你拍一拍一拍白晶柱 過來 我盡量解答你 看看白晶柱還用不用得 那到時我告訴你 不用得 你要放生的 你就不要傷心了 不只是你發怒訴 今天真的應該是女王廢話 聽不聽話 所以我們不是不知所謂 我不知所謂這件事不重要 我最近都收到一個人的訊息 告訴他 跟某個朋友 那個朋友不抵得著鏈 他生氣了很多日 很想告訴我 然後終於他昨天告訴我 話說他的朋友來找我們 看了前世 然後又說了些東西 其實當時他都相信 是很明白的 隔了幾個月後 突然跟阿彬彬說 說那天的對話 全程都不知所謂 咦 當然白晶柱會很生氣 我第一時間就 不要緊不要生氣 我說因為他沒有智慧去理解這件事 不知所謂 因為那次我也不怕說 白晶柱幫他看前世今生 是一元都沒有收 因為我們是要還給那個人 為什麼不收呢 因為菩薩講到不收 就不收了 第一 第二 我們要還給他 背景幫他看了 我幫他解了 一元都沒有收 一封禮事都沒有收 原來是否不收 就變得不知所謂 我們是否要 你收錢才行 說粗口都說得出來 所以拼拼不用生氣 我很明白 他沒有智慧就是沒有智慧 也不要緊 人家有人家的作風 可能這一刻我也沒有智慧 因為我沒有智慧 他再理解為何他沒有智慧 我也不拆解 不要緊 很多事都是元起元滅 他跟我們的緣分 到這裏 停了 他有自己的路去走 也不一定是錯的 可能他是對的 因為他也要去聽他家人說的 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我從頭到尾 人家一定要孝順 父母叫你做甚麼 原來你覺得OK的 他父母不會害他的 我也祝福他的 他有一條更光明的路 是更加好的 這件事 我們也不要理別人的人生 別人的人生 我們是不會理的 因為我也未搞定自己的路怎麼走 我也未搞定自己的人生 所以OK的 這個不知所謂我非常接受 我繼續不知所謂地做下去 畢竟是繼續不知所謂地 幫人看前世金生 我繼續不知所謂地去解牌 哈哈哈哈 好 我們又說另一件事 有人問 秘魯木用來分水晶可不可以 秘魯木是分為邪作鬼 我覺得比較好 就是辟邪那件事 我覺得是挺強的 不要緊 因為秘魯木應該比較貴 如果我沒有記錯 可以分的 而且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能問我 如果我籠統地回答你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 因為那些精油都有一些 滴下去揮發出來 都可以淨化空間 其實坊間都是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如果你真的很想聽 你要去領悟學習 即是怎樣呢 你可能不一定要學靈擺 因為你可能憑經驗 就是甚麼呢 你發覺用這東西 分完之後 那條鏈特別漂亮 而且真的好像很順利 那些東西 你就用回那樣東西 因為那樣東西 是適合這條手鏈 如果你發覺好像沒有料到不行 是否條水晶不靈 不是 是未分到 即是未真的產生功效 那就要憑你的經驗 有些聰明 有些聰明 他可能要用直覺力 有些就憑經驗 所以其實你要試藥 當然我們用靈擺 你說我用不需要試 其實我都要試 因為我在我初初用靈擺的時間 我都用很多不同的例子 我都不停去用 不停去知道為甚麼 因為我說了我錯過為甚麼 我很喜歡問為甚麼 變成要經驗 但是我的經驗 又不可以跨著 因為我的經驗跨著 我就沒有了那種直覺力 是否很複雜 人生 是否很荒謬 是否很不知所謂 我就是不知所謂 夠了 很希望看到這一集 不知所謂 不知所謂不要緊 其實你可以告訴我 如果我真的不知所謂 我相信是因果 上天會懲罰我們 所以不要緊 不需要為我們而操心 你叫他 亦不需要為我們說的對話 然後覺得我們不知所謂 其實可以的 錦棺彩一天再說 好了 其實我們女皇下 有沒有門市 甚麼 門市 門市 有 門市 門市 所以接下來我為甚麼想搬呢 因為這裏地鐵來 某程度上 真的要走十多分鐘 比較遠 如果真的搬回商業中心 地鐵一上 便多些人流 便容易去經營 這件事 那就沒有那麼大了 是的 那就沒有那麼大了 我都不知能遷就哪件事 現在我都在想 當然我遷就我開班 其實我開牌班 沒問題的 商業中心是好的 但如果我真的要開七輪運動班 這件事真的太小 我又開不到 我現在都不知開哪件事 讓我想一下 我還沒想到 不要緊 讓菩薩的安排 安排便來 隨便吧 現在都不知能否經營到 這裏應該都有點問 有些問 怎樣算數呢 面那一層都是 不經營是比較好 這裏 就大家 方便 我在地鐵上蓋 Sandy說了一個重點 不收錢是不會珍惜的 是嗎 是的 唉 你咯 不收錢 我 撤出來的 大哥 菩薩咯 整估我們 我經常這樣說 我說呢 菩薩整估我們 是啊 好像上怪談一樣 被人罵到仆街 是嗎 罵到瘋了 忘記了 Sorry 因為我就是喜歡這樣 欸 仆街不是粗口來的 是粗魯 是這個粗魯 是 是 這個粗魯 這個粗魯 多麼粗魯 之後 菩薩整估我們 我一定都不說 但我又知道 真的 你想一下 上完怪談 好像整估我們 我都說 沒理由菩薩整估我們 沒可能 第二天回來 多了一群很好的支持者 很好的朋友 實質上多了幾百個讚 多謝 真的很多謝 很多謝 如果我真的不堅持相信菩薩 我罵菩真心這樣罵 就死了 那便會因果回來 是啊 所有事情都因果 我怎樣對人 別人怎樣對我 阿飛說 空間比方便更重要 有些 豬豬 空間 哈哈 那隻豬 我要想一想 阿Ben 豬 那邊 空間 方便更重要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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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經營 阿Ben 都是一些很理想化的人 很明白 他一向都是這樣 很明白的 我本來也是這樣想的 但如果我現在要移回去 比較 經營者的心態 其實是 方便重要的空間 我覺得我厲害了 地鐵上去更方便正 哈哈 是啊 所以我現在就移回去 因為如果以我現在租這個場 那個錢 其實如果我找一個商業中心 例如 大一點 我不會太小 太小不行的 是擺不到那麼多東西 擺不到 無可能的 是啊 你們來參觀就知道 可能我都會找一些千多呎 千多呎應該也 千多呎應該也不夠 不要緊 我能屈能伸 如果去到一天 對 那些傢伙不行 做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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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然就送給別人 除老師很棒 問菩薩呢 哈哈 OK 但除老師不是一個歸弟 大家知道嗎 是啊 因為我這一磚 你讓開 我這一磚 是除老師幫我在日本請回來的 是的 這個真的非常有緣分 雲法大師 大家看不到吧 是嗎 我們做新 這個前世今生 我們會請雲法大師 那就是全靠 徐老師 這個緣分是非常好 他幫我請回來的 多正氣 就是經他手的東西 都正氣一點 天然有正氣 是啊 所以我每次前世今生 都要請我雲法大師出場 哈哈 今天到你夾中指 好了 我們今天差不多時間了 大家都是 廢了一段時間 人都瘋了 又要這樣 這樣都說了 我和我今天要休息一下把聲 唉 不如請徐老師上來 唱歌吧 好 好嗎 大家戴兩袖口罩 原來很多人都說 我們是經怪談才認識你們 真是緣分 是啊 真的很多很多 因為我們那天 我覺得如果純粹一個表現 我真的覺得我很差 那天 都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但是沒辦法 然後呢 背景就更差 背景就呆了 不是真的很辛苦嘛 呆了 但是很多人呢 上來 就是肯聽我們說 或者明白那些 他說都看到你是呆了 然後看到我呢 還要不停點分享 是的 不停點分享 是 很好笑 真的 緣分了 好了 今天我們要吃飯了 我還打算今天 不知道說什麼好 其實真的 你叫我廢泣 可能我廢泣100天了 嗯 每天都很勞氣 每天都很多事情想說 有人說澳門有門市就好了 有啊 有啊 其實我們有的 因為現在過不了她 是啊 過不了我們有的 因為珠珠妹妹呢 是嫁去澳門的 珠珠妹妹又很好 真的很好 其實我們認識 其實我們很幸運 我們認識很多人都很好 很真心 不過呢 有時候因為我們這個 好像很作邪作鬼的感覺 就令到很多人誤解了 因為你知道人傳人 就是最 人傳人 真是很麻煩的 我明白的 我不是說了 就好像韓星一樣 人傳人傳到 那些韓星要跳樓自殺 就是這些 人那把口 真是很麻煩的 還有呢 好像我們這樣 作邪作鬼 有些人 但其實我最不作邪作鬼 我很邏輯的 認識我呢 都知道 我永遠經常叫別人 不要作邪作鬼 雖然我正在說話 但因為這些事情真的發生 作邪作鬼 但你一定要移到更加正 我自己更加 不能表現得作邪作鬼 我心知 腦知 但我不會 因為實在 不要這樣做 是很麻煩的 如果全世界都作邪作鬼 你想想這個世界 變成正道 但所謂的說笑 作邪作鬼 我不會這樣 但有時你太邏輯做事 實在太多奇妙的事會發生 那怎樣解釋 解釋不到 那我不是用作邪作鬼這四個字 好像很多人都會誤解我們 作邪作鬼 其實不是 我們是很邏輯的 你認識我 我才是邏輯的 但只是我們身邊 太多搞笑的事發生 即是古靈精怪 但我儘量都移到中間 總之所有事都要平衡 你太邏輯就不行 但泰國作邪作鬼都不行 左右腦要一起開的 所有事 那我主張這件事 就是這樣 好了 多謝各位 記得like and share嗎 嘩 多麼… 我先約徐老師 我也要約他了 約徐老師做甚麼好呢 大家有沒有甚麼建議 你本來like and share 教防囊術 防囊教完啦 防困術有沒有 你怎麼打開病菌和細菌 我約徐老師上來玩玩玩玩玩玩 好悶啊 悶死人了 無緣無緣無緣無故打死了 所有事都不能做 下七天了 又下七天 今天宣布就下七天 延伸七天 我交不了租 真是神經病 真是搞不定 會死的 大家會看到我消失這個空氣中 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收看 有甚麼話題大家也可以 不如我訪問徐老師 我不是有個天生我才必有用的 經常見到那些人 甚至沒有朋友 我真的不是很多朋友 訪問徐老師為何他 他也挺特別的 徐老師 走了嗎 好笑 徐老師也是一個挺搞笑的人 他的經歷 他就去到外國學節拳道 但他又喜歡打功夫 但他又不知為何會拿小提琴出來 拉得很像 即是能文能武 他可能以前都是文武狀元出身 他真的挺像 又高大 我突然有些事想說 怎樣 因為我真的很想說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打手 有人竟然說我們有打手 買了五毛 其實我們沒有毛 五毛 什麼五毛打手 什麼五毛打手 即是怎樣 不是的 那些留言 因為剛剛有人說 什麼 我們現在多少人 我們一百個人 一鎮的人說我們是做妹 即是Jasmine那些是妹 Jasmine那些是妹 我都沒見過Jasmine 我也不知道是誰 其實是誰 你真的有空上來 你經常跟我做打手 我也是有空請你吃頓飯才行 我們有幾個特別好用 Happy石那些 就是很踴躍 是啊 俄姐有時候都會上來 但俄姐這些比較少 但一粵曲 俄姐和Pauline就會出現 難道俄姐和Pauline 難道俄姐和Pauline 難道我們會打手嗎 真的不是 俄姐和Pauline 俄姐的粉絲 超級粉絲 如果我們只有幾十多人看 如果打手只有100個 就糟糕了 如果我打手 我起碼要穿到1000 那我就真的打手了 其實很出名也沒有1000 沒有啊 沒有啊 我沒有多餘錢請打手 而且 有人說不是五毛 現在只有兩毛 所以我就說沒有毛 好啦好啦 我們收線了 我們 明天就是女王占卜 都沒想到占什麼 占什麼鬼的 明天又有想到 明天又有想到 好啦 明天見 今天如果有空就like and share 但今天又好像沒有什麼好share 不是啊 都可以啊 很多東西啊 就是講水晶是不是 不是啊 講了很多人生造 女王廢物加這個女王信箱 是吧 算了 水晶那裡很有用 水晶有是嗎 真的啊 但我們講了太多廢話 不是都可以 可能你要聽回 你要寫回幾時開始 才是說水晶 你要聽回 好啦 我們收線了 拜拜 明天見啦